我们的父母有儿童到成人 然后生长者也有 绿油油的草皮上 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摊位前 进行游戏闯关 我们要马铃薯 马铃薯 摸一摸 两只手 两只手摸摸看 不少平常忙碌的家长 趁着假日带着孩子来参加 社会处所举办的家庭野餐 共玩活动 现场结合多家社福机构 宣导及推广社福讯息 今天是由我们社会处来主办 有四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邀请了基隆市非常多重要的 社会福利服务工作的单位 包含了伊甸 爱家贝 还有等等的 十几个社福团体以及基金会 大家一起来公私协力 让民众可以知道 从长者到身心障碍到儿童 都能够有哪些福利服务 民众可以来一起申请 来一起关怀我们身旁的每一个朋友 活动开幕医事上 邀请市长谢国良到场 特别感谢社会团体 长期以来和市政府合作 传播爱的力量 谢谢我们社会处 长期以来都请托 跟这些社会团体来合作 对我们社会各方面的伙伴们合作 来提供照顾跟关怀 那今天有很多的家长跟孩子共同来参加 我也很常带小爱来这个曹靖公园 这边很漂亮 然后上面也可以放风筝 然后走走看看 非常地幸福 那很开心大家今天能够过来 主要还是我们社会处办这些活动 还是希望传达更多的关怀 来散播更多的爱 那让我们各个团体的帮助 跟需要的朋友们 大家凭此能够连结 那小爱爸爸很开心在这边 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周六的上午 跳舞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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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爸爸妈妈常常吵架 每次吵架的时候 我爸爸都会打我妈妈 打我妈妈的头发 妈妈都会叫我躲在房间里 活动中 暖暖定祥社区发展协会 JUMI剧团 在台上进行防暴宣导剧 加深民众防暴的议事 借着我们发展协会 然后组成的这个JUMI剧团 那在每一次的活动当中 我们这个剧团就借着 这个很简单的演戏的方式 就能够很清楚的 让这些的民众就知道 原来防暴可以这样子来处理 这是我们在成立这个JUMI剧团 最大的用意 市府社会处表示 透过大型户外野餐共玩活动 让大小朋友走出户外 拉近亲子之间的情感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